我先開始啦 議長 我相信 我們部長也是一樣 蘇院長跟部長最近應該也都接見非常多的外賓 相信說這個世界各國的人 現在都兩個要來台灣 也想要來支持台灣 所以說今天這兩天 明天也有這個IPAC的代表要來台灣 今天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 IPAC我相信這個部長就很了解 他們這個全民是叫做這個國際的國會對華政策的聯盟 就是Inter 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的這個國際組織 所以說這些人生完都是國會議員 他們之所以要成立 是2020年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中國的崛起 已經造成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的威嚇 所以說世界各國的國會議員 在聯合起來 說要來做一個團體叫做IPAC 他這幾年以來 有幾個這個很重要的這些工作人員都慢慢地出生 譬如說包括說 促成各國訂定法案來制裁中國啦 強化各國的資安立法來阻斷中國去淘汰人的技術 那還有包括這個促成各個國家的國會 譴責中國在維吾爾這個種族滅絕的罪行 所以說這是一個國會立法院的這個聯合起來的這個組織 這個組織當然人的IPAC覺得說 這是要怎麼來對抗中國的組織啦 所以說當然搖簽台灣啦 他們現在三十幾個搖簽國 那幾十個國會議員當然覺得說台灣是在第一季 台灣一定要是回韓國 所以說其實有來搖簽喔 2020年齁 他們開始組起來就說來搖簽台灣 結果 夠大 都要說不是台灣不是這個正式的會員國 不知道議長你知道是怎麼發音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也有跟這個組織喔 去聯繫看看我們台灣的國會議員 能不能去加入這個IPAC這個組織啦 那他們還在討論當中 依照他們的這個組織章程應該是有空間 那但是應該要由我們的國會議員 直接去聯繫他們的秘書處應該是會比較準確的 我相信喔 部長比較抱歉說啦 我要來報告院長一下讓你知道什麼原因啦 因為他是立法院或國會的這一種聯合的組織 所以說他的章程裡面有要求說 國會來的主要政黨都要加入 所以說包括這個 如果以美國來講民主黨共和黨都加熱啦 以英國來講保守黨共黨經典都加熱 世界各國的國會的這些會員國都一樣 跟台灣啦齁 我們的主要反對黨是國民黨嘛 所以說他要求說希望國民黨加入才可以啦 所以說我做一個無動的齁 那當時秘書處來跟這個ipad的秘書處來聯絡的時候說 你能夠幫忙搖擦一個叫一些國民黨 比較年輕的齁 不要怕中國的可以加熱嗎 我那當時我也是看說他們說 如果要支持台灣呢 如果要支持台灣跟民主都加熱要站在一起 我講江啟臣我也去找啊 江望安我也去找啊 那去拜託啊 說你如果沒有加熱要 沒有加熱要去台灣 沒辦法做一個回望國啊 這是人來幫我們搖擦 那考慮三個月 跟我說不行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不知道 院長你在這邊 你聽完這樣子 你有什麼感受啊 這個檢驗齁 就知道真假啦 所以齁 台灣能夠參加國際的組織實在是很好啊 尤其人來幫我們搖擦 這個國會 代表最高民意嘛 啊我們 集政黨參加 台下黨 可以參加 因為對外大家要團結一致嘛 也讓外國看到 台灣是一致的嘛 奇怪 這不知道可惡什麼 這 這委員最第一 感動 切身感受 我想要在這裡 讓你可以公開說一下 是因為他們的代表團這幾天來了 所以說趁著這個 可以公開呼籲的時間 看這幾天 國民黨的這些委員 可以考慮一下嗎 因為說起來齁 我們也看到蔣委員 他去新民頭前揪爪 說他一定會跟台灣站起來 保護台灣嘛 啊說起來你做立法委員 不用揪爪啦 你代表台灣大家一起加入IPAC就好了 你做一個立法委員的職責 做好就好了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齁 我也是借這個機會 也讓他們呼籲 當然齁 我就跟剛才 部長說的一樣 我們也跟秘書處講了啦 如果真的 國民黨不願意 可不可以找一個 彈性的方式 給我們加進 因為國民黨 我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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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齁 他們現在 今年又做團去中國 習近平當選之後 他又跟他秤好 所以說你如果有這個政黨 來加進這個 對抗中國的組織 會電動並做 造成一些麻煩 我還希望說 他可以去找一個 比較彈性的 我在這裡 是要強調 說我們這幾年 有很多新興國 國際組織 IPAC也是 部長你也知道 OGP也是 很多國際組織是 因為中國 要是說因為 獨材勢力的原因 我們越來越多的 新的國際組織 是中國沒辦法改進 這個部分 我希望齁 我們行政院可以盤點 各個部會 把2020年之後 到現在 這三年齁 要三年 有成立哪些新的 國際組織 我們來看怎麼樣 可以這個 大家 擬定相關的策略 然後能夠一個一個 來分進合集 來加一下齁 好 這我拜託 外交部 這個政理 這真的是 很好的機會 世界的局勢在變 我們待會兒 受到重視 和反應 人們要標示 跟我們支持 和反應 我們要用這個集結 來參加 這樣我們可以 突兀我們的國際 讓人 多次可以看到 對 而且我們也多 很多朋友 這樣來做 很有意義 委員長期以來 為台灣的國際空間 做很多的打拼 為人民 為民主主義的混亂 社會比較均勁 所以 委員也可以 這樣 佛岩 如果需要政府 行政機構 最快的支持 我拜託 全力來支持 謝謝 我想議定